她不乖不是说她很坏 而是说反叛 做的事是令我很挂心 永远都是笑容满面的 你会觉得她会带给整个家庭里面的聚会 都是很开心的 我方一那一年 我知道爸爸妈妈真的要离婚的时候 我觉得那一刻我的心 我会觉得他们终于不会再有吵架这个情景出现 但是原来我不可以再见到爸爸 那我很不开心 我想开心一点 星期六日有时间 认识了一些跳舞的朋友之后 就会开始一起跳舞 看到他们吃完之后跳的时候 看到他们其实真的很开心 可以完全是不管其他人怎么看 那我都很想很开心 什么都不想 唯有想留住个男朋友 所以我就常常都可能 什么时间都黏着他 我想我是放下所有的自己的自尊 喝酒 喝毒或者任何东西 我都全部都愿意和他在一起 什么都愿意陪他做 很多时候晚上就在床上 躺在自己哭 我有什么不好 为什么不要我 突然那一天 我想起 阿姨曾经带过我回教会 所以我很想 试下再去接触这个地方 在聚会里面的时候 我听到 耶稣的爱就好像爸爸的爱一样 他可以 去为你做任何东西 因为我小时候已经缺乏了爸爸的爱 原来有人爱我 我可以爱到这样 所以当时我就决定 我要在捉紧这个神 我要相信耶稣 我到酒吧 我会跟他们说 耶稣曾经有一个女朋友 他很不开心 然后我就跟他在酒吧里面祈祷 抱着他 当时他也很感动 妈妈其实一直 譬如我之前很少机会一起住 或者很少机会聊天 也很少关心他 但我认识了神之后 我知道原来妈妈都需要被爱 有一次的聚餐 我们去吃饭 我也邀请妈妈 聚餐的时候 他自己都被神的爱感动了 所以当时他脚趾相信耶稣 我很开心 神给了一段好的经文我 就是《约翰福音》的十五章 就是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芝子 尚在我里面的 我也尚在他里面的 就多结果子 因为你了我 你们就不能作什么 那我很在捉紧这段经文 我知道我一直走下去的时候 我不可以离开神 我不可以没有了神